深夜消防人員在交黑鐵皮屋中 狂灌水柱 地上物品散落一地 屋主趕在現場一眼就發現 躺在地上的寶貝毛小孩 含淚向前將狗狗抱起 稍早這裡發生了一起嚴重火災 事件發生在新北市巴黎區 二十四號晚上十點多 鐵皮屋經傳活境 烈焰沖天 消防人員獲爆後 趕到現場發現屋子已經全面燃燒 一隻狗關在籠子裡面 裡面又發現一隻狗 目前是看到這兩隻 兩隻心愛的毛小孩 就這樣葬身活害 主人也悲痛萬分 屋主也流出男兒淚 輕輕的在過世的愛犬旁邊 跟他說話道歉 據了解主人總供養了七隻狗 無情大禍不僅燒回鐵皮屋 更讓兩隻愛犬在恐懼中過世 就連一旁的消防人員 都覺得非常遺憾 至於詳細起火原因 還有帶角水清 海黃鮑魚干貝XO醬 它是長時間的 細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鮮味供染到一爐進去 裡面的蛋白質 它是雞肉牛肉 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推薦給大家 記得要輸入 CTI567 CTI我辣7